財政司司司長陳茂波公布新一份2022-23年度財政預算案 市民最關注的消費券今年繼續派 足球博彩稅亦都是焦點 派堂措施例如退稅、負面猜響、縱緩、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的詳情又是怎樣呢? 財政預算案懶人包馬上看下去 記得按Subscribe我們Channel的小鐘 還要Comment、Like、Share我們的影片 連續第三年發放電子消費券 但金額由去年一萬元縮減到五千元 消費券分兩個階段牌 4月先派三千元 另外兩千元就在年終牌 年滿18歲永久居民和新來港人士都符合資格領取 一次過紓困措施 部分較去年減糖 身份稅及個人入息稅繼續獲百分百退稅 但上限由一萬元減少至六千元 住宅物業差響繼續有寬免 但由全年縮短到頭兩季 每季上限一千元 裸縱緩 高齡津貼 長者生活津貼 或雙殘津貼 繼續多半個月 公共交通補貼 延長半年至十月底 每個月上限五百元 當局繼續向合資格住宅用戶 提供一千元電費補貼 另外增加子女 基本免稅額由十二萬增加至十三萬 樓市辣椒 為此不變 不過即日起調整首次印花稅 減輕一般家庭首次買自住物業的負擔 最多可以省兩至三成稅款 下年度賣地計劃 一共有十二幅住宅用地 預計全年的潛在土地供應 可以起到大約兩萬個單位 未來五年 提供不少於七萬多個私營單位土地 五年內 私樓落成量 每年平均大約有一萬九千多個單位 政府會起大約三十六萬個公屋單位 至下年度起 向馬會徵收額外足球博彩稅 每年二十四億為期五年 每支香煙煙草稅即時提高六毫 每包香煙零售價也增加至大約74元 到股市方面 才爺研究打風、黑雨都照開始 下年度發行不少於五百億銀式債券 和一百五十億綠色零售債券 政府撥款五千萬 加速推動Web Free生態圈的發展 計劃建立人工智能超算中心 預留三十億加強人工智能等等 電訊商頻譜使用費免稅 引入公司簽冊機制 便利在外地註冊的公司 今年粒糖夠不夠大? 你有沒有受惠? 留言告訴我們 電訊商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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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註商機 occurrence 電訊商機能超漂inated ChancellorUC! 感谢观看